玉里镇南通土资厂市玉里镇公所公共造产 在7年前停止营运 造成南区工程废弃土成本增加 5月份的时候 县议员王燕美就邀请了相关人员办理专案会议 玉里镇名代表会的代表罗士权 他表示说为了增加地方收入 加速工程进行 希望玉里镇公所能够尽快做完所有评估之后 向上争取不足的经费 玉里镇南通土资厂为玉里镇公所的公共造产 在7年前停止营运 造成南区工程废弃土的成本增加 就在5月份的时候 议员王燕美邀请相关人员办理专案会议 玉里镇名代表罗士权说 为了增加地方收入加速工程进行 希望玉里镇公所能够尽快完成所有评估后 向上争取不足的经费 这个来讲对我们这个南区来讲 我们这个旅游这个土资厂的话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经济母 那我们收入的土方 然后将来有需要的那个证明之类 还是工程都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公所来取用 对 那这个对我们公所的政库 也是不想去 也是一种收入 调解机梅 是啊是是是 所以说我希望是尽快进行 因为我们那个 台九线好即将要中工 对 那以那个将来 这对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好的宴请 政长蔡秋龙说 台九线拖宽工程产生的土方有急迫处理性 以及未来台铁双轨化也是势在必行 土方延伸的问题有复工必要性 关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也会尊重原住民族的意见 南通土资厂复工之后的收入可考虑提拨部分 作为部落发展的建设经贸 9万立方公尺的如容量不足时 不排除扩厂或是封厂的可能性 都会以地方公共性来衡量 记者高双双 月里采访报道